第一個 市長沒了嘛 第二個 總召空了嘛 為什麼今天你看黃國昌出來講話 而且箭子就是黃國昌 協調 今天連陳昭之都出來開槍 你看這七個民眾黨的部分區忍了多久 從二月忍黃國昌忍到現在忍了四個月 你看柯文哲現在開始要重新掌握黨機器了 所以柯文哲跟你切了 他把整個民眾黨的民調給搞垮了 包含我們今天看到的 不管是台灣民進基金會 民眾黨的好感度降了3.9% 跟柯文哲怎麼可能任憑 你這樣胡搞下去呢 我本來請你來 是請你來做客的 就要反客為主 所以我覺得現在變成說 黃國昌變成萬箭穿心 那現在讓我聞到了民眾黨濃濃的血腥味 民進黨團已經事先就說 他們沒有版本 對於國民黨的版本 我們認為他對國家的運作 可能有作影響的情況下 我們會堅持我們的版本 民眾黨一定要清楚的對外宣誓民眾黨版本 黃山山率領曼玉珍張祈凱 作證記者會開酸藍綠財化法版本 強調會支持自家提案 似乎刻印跟藍銀保持距離 更強調會做好政策溝通 多次宣示被聯想是否跟前一天柯文哲有關係 主席今天怎麼會特別來這邊 是不是來聊財化法 怎麼看老柯主任是講說財化法有違憲制 十七號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現身立法院中心大樓 拜會黃山山 雙方針對財化法討論 半小時 柯文哲特別叮嚀這一件事 對柯主席講得很清楚 臺灣民眾黨以後任何的法案的論述 我們都要一直說一直說 說到大家都聽到為止 強調跟社會做好溝通 不免被質疑是否在劍指黃國昌 畢竟從國會擴權法案過後 黃國昌把持民眾黨 就連表決黨產暗時 民眾黨集體缺席引爆小草怒火 而陳昭之也坦言確實感受到基層壓力 我個人非常想進去投一張反對票 代表我長年的立場 是不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也顯見白衣內部 已經出現明顯分歧 民眾黨的兩個太陽 他們確實呈現了領導的危機 為什麼其實你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但為什麼你想投而不能投 是不是因為你的周遭 已經都被放了 黃國昌委員過去的這些團隊的幹部 民眾黨從國會擴權法案等相關議案 持續暢赫藍營 近日民調更是暴跌 如何挽救議員政黨即時止損 恐怕柯山兩人起手勢 從才華法法案說明 秀出端倫 民眾黨開啟的會沒有黃國昌 民眾黨開啟的會沒有黃國昌 黃國昌真的被咔嚓了嗎 我們時間關係要進廣告 可是回來跟大家分析 黃國昌不只被民眾黨咔嚓 他還被新北市咔嚓 因為中廣有份民調現在外流 我們新台派拿到了民調內容 裡面做了沙咖都的分析 黃國昌吃老三便當 只有12% 13% 12% 很慘啦 黃國昌搞這麼多 就是在幻想自己是高鴻安 沒想到繞了一圈他是林根人 比來比去他連劉荷蘭都比不贏 劉荷蘭在國民黨內互比的只有5.14% 黃國昌連劉荷蘭都比不贏 所以黃國昌真的被咔嚓了嗎 黃國昌今天晚上一定睡不好覺 為什麼 看到這個民調怎麼可能睡得好覺呢 他現在是六大接空 六大接空 第一個 市長沒了 市長沒了 第二個 總召空了 總召空了 被架空了 第三個 柯P切了 柯P切了 被咔嚓了 第四個 崑崎甩了 第五個 形象毀了 第六個 民調垮了 民眾黨的民調整個垮了 像土石流一樣 誰的責任 黃國昌的責任 所以六大接空 我剛剛講第一個 市長沒了 那個海水一退 所以有沒有穿褲子就知道了 黃國昌連劉荷蘭都輸 對 我覺得黃國昌真的很後悔 不應該敗在傅崑奇的門下 應該去找誰 找這個戰鬥蘭 對不對 這個民調誰做的 中廣 後面是誰 趙紹康是負責黑手 對 上面寫了那麼大 中廣民意調查 先為趙紹康生出手了 拜錯鄉求錯佛了 你拜傅崑奇就後面黑手是趙紹康 對 你以為拜了一個彌勒佛OK了嗎 對 真正的高手是誰 趙紹康出手 對 趙紹康就是支持李四川 這個民調出來了 李黃國昌 你們就抵氣了 那跟誰談 你連劉荷蘭都輸 那談什麼 你沒有籌碼可以談 小籃籃 對啊 你今天如果民調 起碼跟劉荷蘭不相上下 我們或許還可以跟你談一下 你現在的平均都是13% 不是啦 你好歹跟洪孟凱差不多 對 差不多 洪孟凱你 而且沒有把葉原汁放進去 洪孟凱是有27耶 對啊 幾乎 黃國昌說只有14耶 這幾乎是一倍嘛 對啊 所以第一個就是你這個市長 你根本就沒有 創下課獎是對的 我相信這份民調如果放葉原汁 也是贏 贏黃國昌 對 唯一支持葉原汁 那你出錢做一份 葉原汁我跟你講厲害了 罷免後只說不能選同一個職位 可是你可以選市長 葉原汁令辟蹊徑 我有我自己的節奏好了 放棄立委 謀求市長 對 莫原汁可以加油 養公黃國昌 對 所以我跟他講 第一個 市長沒了嘛 第二個 總召空了嘛 為什麼今天你看黃山山出來講話 而且箭子就是黃國昌 沒有結條 今天連陳昭之都出來開槍喔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 整個七 陳昭之說 黨產案我個人非常想投反對票耶 所以你看嘛 這七個國民政黨的部分區忍了多久 從二月忍黃國昌忍到現在 忍了四個月嘛 黃山山是在韜光養晦喔 我們那個政治忍入 如果那個很反常就表示有問題 我們那時候就說黃山山就在旁邊 靜靜的看黃國昌裝逼 看你要裝到什麼時候 現在垮了 看你演嘛 看你演下去嘛 對 看你黃國昌怎麼樣 從懸來上跳下來 他現在這個總召就是一個空空掉了 他沒有實權了 這些整個氣消了 再來就是你看柯文哲 現在開始要重新掌握擋機器了嘛 對 所以柯文哲跟你切了嘛 這次記者會柯文哲親自押陣 好 那你說傅崑奇多久沒跟黃國昌同台了 本來形同父子 現在形同陌路對不對 也不跟你拍頭啦 對不對 人家不想理你 雙方方面 所以你看最後就是怎麼樣 他把整個民眾黨的民調給搞垮了 對 包含我們今天看到的 不管是台灣民進基金會 民眾黨的好感度降了3.9% 跟上一個月比 將近4%喔 對 這超出了誤差範圍以外了嘛 我問你 柯文哲怎麼可能任憑你這樣胡搞下去呢 是 我本來請你來 是請你來做課的 就要反課為主 對 而且本來以為請你來 可以讓我的這個民眾黨更加的擴大 結果沒有 你只是在照顧你的倉粉嗎 你只是在鞏固你的基本盤嗎 我民眾黨的地盤沒有擴大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變成說 黃國昌變成萬箭穿心 是 那現在讓我聞到了民眾黨濃濃的血腥味 哦 就是一場新的互貧就是互鬥嘛 對 我知道這個 這個 柯文哲最熟患誰 毛澤東 對 毛澤東當時在1957年 紅衛兵的批鬥大會 對 當初他1957年發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 死了五千萬人 結果他就說 我退居二線 找劉少奇出來主政 劉少奇一出來 哇 經濟大好啊 民眾都支持 公高震主才發動文革 把劉少奇鬥倒 對 現在 柯文哲當初是因為 這是總統大選 沒選上嘛 所以他退居二線 把黃國昌拱出來 黃國昌就等於是劉少奇 現在黃國昌公高震主 就要把你拉下來 所以他現在全部 空籃子打水 一場空 什麼都沒拿到 搞了四個月到時候 而且他最後是 他自己的形象 也毀了 他過去 人家說青年導師 正義的長城 現在完全沒有了 變成是一個 孤民釣獄的政客 哪邊有政治算計 我就去哪邊 過去創立了這個 這個時代力量 看到時代量不行了 一早踢開 跑去投靠民眾黨 看到民眾黨 想要選新北市長 又去跟國民黨結合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 形象 已經讓他的人設 完全的崩解 好 非常謝謝方老師 我們國民黨的葉原資 對不對 葉原資 剛剛幫你指點一條名路 罷免成功 你可以選市長 至少我認為你的民調 會超越 劉荷蘭跟黃國昌 我認為你會超越這兩個 讓你三億做一份 好 人家講你摳 你還真的摳 自己的民調還自己不錯 可是葉原資本有問題 這個民調做得出來 第一個 難道就真的是 是李四川定於一尊嗎 洪孟凱跟劉荷蘭就GG了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們真的丟包黃國昌了 葉子 我先澄清一下 這份民調不是為了黃國昌做的 對 這個民調來源 是為了殺劉荷蘭做的 也不是啦 沒有要殺誰啦 因為 那時候說他做這份民調的時候 也不知道說他數字會怎樣 記不記得那個 之前有一個所謂的參會嗎 是趙少康 侯友宜 郝龍斌 他們不是有 私人新聞有報過啊 有個參會 我不記得你爆料 你完了 新聞有爆啦 然後裡面說傳出來 講說什麼 趙少康他們叫侯友宜說 要讓李四川選啊 劉荷蘭可能選不上 記不記得 那時候傳出來 我那時候也有去查證 後來聽說講的沒有那麼辛辣啦 但是在那場聚會裡面 倒是有個結論 就是說我們現在討論 也沒有一個根據嘛 不如來做一份民調 所以是因為這個方 因為這個關係才做了這份民調 那這份民調 所以他不是為了任何人 也不是說 了解一下現況 現況 也不知道說黃國昌做出來多高 這麼弱 也不知道 所以是因為這樣做出來 好那確實這樣做出來之後 劉荷蘭 那個李四川政是比較強 因為你看對比所有的鄭文燦 林宥昌跟蘇小慧 只有李四川能夠贏他們 所以現在當然我覺得 以國營黨以我的角度 就是要全力拱李四川 因為目前李四川他一直不自可否 那黃國昌就沒了啊 那你說黃國昌假設看到這份民調 他連尿尿說都問李明賢 國民黨能不能讓 你現在講這麼白 我覺得他那時候尿尿應該也是沒話題 所以兩個男生在尿尿的時候 有時候不講話很尷尬嘛 就是稍微問一下 那他看到這個民調 他會不會繼續選下去 以我 當然我跟黃國昌是很不熟啦 但是觀察他過去 他從政的路徑 他本來一開始是在戲子當立委 後來為什麼沒有繼續參選連任 也不是他不想當立委 你說他是確戰神 他是 他看到這個民調可能要自己退了 你不要講那麼難聽 他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所以 他很平常有這種旁統的感覺 所以 看到這個民調他覺得 出來 搞不好也會 也不一定會贏嘛 那不如 因為他是個活旗嘛 他一直講說他會接受 柯文哲的安排 所以會不會因為這樣就不選新北 然後到別的縣市去 新竹 新竹也很有可能啊 他要火兵翁曉鈴 那翁曉鈴要加油嘛 就是如果說真的在新竹的話 那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黃國昌有可能啦 真的是現在可能肚帶百分之六十 他也許就是會 他要撤了 到新竹去 如果說國民獎是李四川的話 那如果國民獎不是的話 那黃國昌可能還會覺得說 屁啦 他紅孟還打不贏好不好 唯一有機會是劉荷蘭小懶懶的耶 也輸也輸啊 也輸啊輸一兩趴啊 對啊 黃國昌有可能會思考第二方案 好我覺得這是很有可能 因為黃國昌這個人嘛 就一人之獎 不打沒有把我長可萬一小牛 那是非常多民眾黨的人 第一件事情 民眾黨真的開始有什麼 把黃國昌切割咔嚓的感覺嗎 這張民調其實等於是黃國昌的起手勢 結果起手勢就疊個狗吃屎 我先講啊 柯文哲看起來呢 突然醒了 他就是前幾個月可能都還在睡覺 都不知道在幹嘛 他最近開始想要抓住整個黨的主導權 你看今天最新消息 什麼 韓國瑜跟柯文哲今天晚上要吃飯 等一下 這個聯合報剛剛出的 這不是架空黃國昌的起手師嗎 這個 上次跟傅文哲吃飯 柯文哲是牽著黃國昌去耶 是 今天他們自己吃 自己聊 自己談藍白之間的合作 完了 哇 我就想說其實這個 從 像剛剛講到才華法 這也很明顯嘛 你看今天黃珊珊開記者會 他第一句話說什麼 我們的才華法 跟國民黨的絕對不一樣 不當小藍教 對 所以這整件事情其實都可以鋪排說 他每句話都見指黃國昌耶 包含今天晚上要跟韓國瑜吃飯 都是 我覺得都是柯文哲在準備要抓住 搶主導權 搶回民眾黨 還有包含那個互評機制 都是要搶回主導權的一個 等於說這個前奏嘛 對 那現在看起來這份民調 其實這份民調我覺得有點歪打正著 我認為這份民調比較像是 國民黨裡面要處理流河 處理流河 沒想到連黃國昌一箭雙雕 也就是說你看嘛 這份民調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李四川才是國民黨唯一有可能會 勝選的一個人選嘛 而且還不是穩贏 面對鄭文昌跟蘇小慧還很辛苦 所以黃國昌你最好致敬吧 咬蛇致敬 不要破壞藍白了 你要知道這份是內參民調 這份不是今天中廣開記者會公布的民調 那是國民黨內參 所以國民黨內參是誰會放出來 國民黨高層受益放出來 讓大家來討論 對 讓大家今天坐在這邊討論這份民調 內參民調連小牛都收到了 那所以這時候做就有什麼意義 定調的意義嘛 就是說過去大家是什麼 有點像是海水 海水還沒退潮的時候 不知道誰有沒有穿褲子 現在海水退潮之後 大家一目瞭然嘛 等一下 這是黃國昌的光屁股民調 誰有穿誰 褲子掉一半 誰沒穿褲子 誰光屁股 一目瞭然嘛 黃國昌光屁股了 氣寶 武漢肺炎 那個藍白河的時候 又想到 你黃國昌給我退喔 不要再搞一次搞到藍軍輸喔 所以現在所有藍軍之者壓力 都在黃國昌身上耶 是所以國民黨放這份民調 除了逼你四川一定要出來選 然後逼劉荷蘭退之外 當然第三個就是 黃國昌退 讓你民眾黨自己內部 會有化學反應嘛 對 接下來會有什麼化學反應 就是說你新北市民眾黨輸那麼多 沒戲唱了嘛 那是不是可以考慮 我們假設要合作 其他縣市可以合作嘛 比如說新北市嘛 你新北市要在這邊亂 也許你退 我們可以來換其他縣市合作的空間嘛 什麼縣市 剛剛袁茲儀有講嘛 行竹 行竹是不是有可能 黃國昌最近也釋出一個訊息 他過去人家問他 他就希望能夠參選新北嘛 那現在你看 當人家問大家說 他要選哪裡的時候 他就講嘛 主席派我去選哪邊 我就去選哪邊嘛 他改口了 所以我覺得他某種程度 也秀到現在這樣的一個氛圍 第一步就點個狗吃屎 怎麼辦呢 我坦白講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嘛 你不要活在自己世界裡面嘛 不要活在自己的同文層裡面 自己以為自己在同文層裡面 一呼百諾你就很厲害